大家好,我是TD老师 前面我们用110节课来介绍了一下U1的入门 使用的是一个比较低谋的场景 用的是虚幻的游戏包 游戏学习包 接下来我们继续深入角色NPC 然后包括场景还有蓝图 但是因为用的是U15 U15的实质渲染非常强大 所以我们开始深入研究之后 换了一个场景 换了一个比较高模的场景 一个次世代写实的场景 当然如果你的笔记本 或者是你的电脑带不动这些场景 你还是仍然可以使用之前 不会有影响 使用之前的低谋的场景 好,但是非常建议的 试一下写实的场景 另外使用Quickster Bridge 里面的Ninet的一些模型 来打造你的场景 可以达出完全电影级的场景 好,在正式进入角色技能之前 我们先准备一些东西 首先我新建了一个工程 学来名字叫做Lyra 之前的Orient是一个比较偏 幼稚一点 或者是低模一点的这一个场景 Lyra是一个很写实的 所以我新起了一个工程 另外你还需要下载几个资源 第一个叫做SoulCave 免费的SoulCity 这两个你都可以加进去 里面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内容 大小也不是很大 1.2G加上1.2G加上1.7G 好,另外你还需要同样的FxVerityPack 这个之前我们已经在那个工程里面 已经用到了 对不对 FxVerityPack你也需要加进来 还有一个就是 角色 角色你可以在虚弯商城里面的免费资源里面 我先找一个叫做Paregan开头的 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角色 我用到了是这个In 这一个角色 这些都是免费的 这个是那个虚幻争霸里面的一些英雄 你可以随便选一个 然后我选一个比较小的 1.4G只有 好,准备好这一些资源之后 那如果你觉得这还是有点大的话 你也可以选用这个SCKCasual 这个人物就比较 是这个Stylet 这个Stylet Character Kit 用这个 这个只有210兆 但是它的模型比较低模 不太适合这个场景 所以根据你的自己实际情况来 好,下好这几个资源 我们再在这个资源上 使用这个Quicks Bridge 来完成 来完成这一个地图